是啊,你這個都不知道 吃吧 二一吃 這就是常常的玉酒 說啊,不我騙你,這玩意特別棒 講那會的人,他還講點義氣 講點義氣 講的是規矩 現在的人那不行了 没有意习和规矩的一说。 我不认为他排的这么多, 因为什么说呢? 毕竟冯晓刚他们还是说小, 他对于那个年代的事情他也不清楚,这是一。 二呢,这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开始演的电影, 你就讲了一首活的几个规矩。 最后你甭管什么情况, 你为了这个电影去过关也好, 你不能把这电影, 这老炮给破坏了规矩。 到最后你等于破坏了规矩。 你等于把老炮给骂了。 老炮是最反对人, 抬人抵人。 什么叫抬人抵人? 就是截女人。 这个事情咱俩有时候咱俩怎么办? 对吧? 我不能说你有什么事, 有国家去治你去, 跟我没关系。 咱俩说咱俩的事。 你不能抵人, 那人怎么着? 让人年轻人一看, 用老炮就这操, 干不过人给人点了。 对不对? 你等于你破坏了规矩。 再有一个这老炮, 你再怎么着? 老炮都很不满意。 是吧? 这才是老炮的。 你再牛逼, 那城管, 那是国家法律的机器。 你上去夸夸, 就是本人俩是光子。 没有一个这样子。 对。 官人那算好。 对吗? 你可以骂, 你可以。 不能打官人。 你不能动手, 打人家。 实际上他们这片子, 要是那会儿说, 找我跟沐春华这样去, 去给他们当个厂外指导, 满能让他们过去。 对。 就这两个这样的事, 就打这个城管这个。 你蛮可以什么招呢? 你知道? 把这个事打城管这人, 安排在别人身上。 你去摆平就摆平。 对。 你已经做到了, 说把钱掏出来, 啪摔在那儿了, 我给你赔这车钱。 这北京人哪, 这老人, 咱们就都是老人。 这些老人, 他不但是, 是啊, 那会儿啊, 哥们儿一起, 说他们的钢骨叉那股劲儿, 他还有一个怂尖尖在秋边那坏劲儿了。 冲那旁边的小孩, 啪的一动嘴, 一动嘴, 让那小孩上去扇那一个, 城管的叶尔光子。 完了, 你过去一桩好事, 别别别, 连小孩都看不过去这事儿了。 是吧? 你要我请你们吃饭, 得了吗? 过去了, 完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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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那个咱们, 检举信啊, 擦, 谁危害社会, 谁损害国家, 还告诉咱们这些老百姓, 损害国家, 真他妈孙子, 就这样的, 就欠举报, 啪, 往这一扣, 你们喝着啊, 你记得他们几个人带小酒桌了吗? 你们喝着, 我上厕所, 咱们家上厕所, 让谁把这拿走呢? 爱城管打的那个, 他没份儿啊, 他也没名儿啊, 偷偷摸摸撞见, 让他举报去, 你这都也过去了, 对不对? 我就看完太太, 我当时好几个人围着要采访我, 我说对不起, 我说不出什么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看了, 挺可笑的, 有头就走。 而且, 爹爷爷, 您这怎么着啊? 您说什么道理? 关键啊, 他们就把这个老炮, 这个两个字啊, 他没理解透, 这老炮啊, 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它是一个不好意思, 它象征了一个时代, 对那个时代的那个, 就是, 执着仗义, 又他们有一丁势力, 而且, 关键就是, 就是老北京那个, 这个八个字, 讲理局局有面厚道, 都挤一身了, 真的, 这绝对老炮是那么一种人, 不是那流氓地痞啊, 他他妈给弄一个流氓地痞, 从来是非, 你就拿这么一样, 对对, 老炮, 三点水的炮, 老炮是三点水的, 不是火子炮的炮, 不是火子炮的炮, 那电影是火子炮的, 啊,电影是火子炮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叫三点水, 因为三点水, 因为三点水, 他们老说, 这个炮啊, 火子炮的这炮啊, 是在哪儿, 这个发生的, 就是那个从, 因为这人进过炮局, 实际跟那没关系, 这炮啊, 那怎么说, 人家发, 护城河的鸭子, 老炮了, 他为什么老炮, 护城河的鸭子, 老炮的, 炮水里头, 是不是, 再有一个呢, 说什么呢, 这个, 各个, 就是过去咱北京市的这些, 叫阳所啊, 老改单位, 全跟那个河字旅边, 跟水有沾边, 跟那水沾边, 唐河, 陶河, 星海湖, 你知道, 最后, 弄一个天堂, 还来一个天堂河, 茶店, 全都, 带了三点水, 不知道为什么, 就说, 就说, 巧合了有点, 你知道, 所以说, 这谁叫刘什么, 一作家叫刘什么谢北京, 不是, 谢北京的, 刘一达, 刘一达, 刘一达这回, 前些天给一个, 北京老炮, 这书, 谁写的呢, 就是肖邦写的, 就是说吧, 肖邦写的, 改成北京老炮, 所以大家, 我也请帮他, 讲个辞职, 是吗, 然后那个, 那, 一般老炮在, 点评老炮, 对老炮很不服, 记住他吗, 前两天呢, 呃, 您走这些日子, 十一月的, 你怎么, 就是北京老炮, 好, 好, 好,